中山大学首开水中救生课程 唯一具学分的救生员培训 培养学生面对大海有自救还有救人的能力 台湾四面黄海夏季水上活动频繁 但意外事件也是有所闻 救生员便成为各青海水域中第一线生命守护者 中山大学今年首度开创水中救生课程 为全国唯一具学分的救生员训练课程 第一期训练课程已顺利结束 18名学员参与 共16名学员取得节训证书 会开办这个课程一方面是校方也很支持我们的学生 来鼓励大家参与海域的活动 那刚好教育部也愿意开放这种训练机构 让不同的单位来申请 那在这个因缘之下一方面学校配合 一方面教育部愿意开放这个资源 在一开始的训练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预期有这么多学生能够通过 他通过我们的课程之后 如果他进一步去参加教育部的一个救生员检定通过的话 他就会取得专业的救生员的一个证照的资格 那如果有了这样的资格 他其实也可以担任救生员的工作 那其实在这个更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他其实能够保护自己 保护他的朋友 保护他的家人 那甚至协助一些需要被协助的人 这是我们在开设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也是预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中山大学提供自由海汛器材 供课程学员操作使用 希望学生善用资源 在大学四年内都能拥有水中自救 与水中救生的能力 未来更可活用于其他水域课程与活动中 在具备基础能力的同时也能考取证照 运动与健康教育中心 期盼透过游泳及救生的相关课程 培养学生面对大海的思维与信心 十方新闻黄慧如肖瑞丰高雄采访报道